今天危机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热门内容 政府宪政召开记者会 讲解开心香港详情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月底至六月底会在各区举办大型美食市集 首个市集会在本周末 渔温仔会展举行 免费入场 陈茂波并且表示 周六4月29日会举办全港戏院日 全港戏院当日花一票价 每张戏票只售30元 地点全港商业戏院 4月29日至30日 开心香港美食市集 于香港岛举办大型周末美食市集 以环球美食为主题 市集会加入青年元素 并设有表演主儿童游戏等 以增添欢乐气氛 地点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展览厅 活动全部免费入场 不过明镇级青年事务局鬼掌卖美娟子 由于首场在会展的活动余式内举行 入场人数会有限制 所以需要门票入场 当局预计会派10万张门票 也有部分门票在当日现场派吧 但政府仍建议市民预早取票 他指本周三4月26日 开始在全港18区的民政咨询中心 派发美食市集门票 暂定每人两张 现实这些活动 很多细节还需最后敲定 很想举办每个活动时都尽量做得最好 所以需给予时间让不同参与机构去组织 初略初步估算政府开支约2000万元以内 除了政府办的活动外 刚才举过的例子 例如赛马会稍后会邀请曼联青年队来港T表演赛和做一期培训 就由他们负责去办 开心香港的活动内容还有机会进一步丰富 只要合适就可以 经历了三年多比较困难的时间 大家事实上都觉得比较郁节 现实全面恢复对外和对内地通关 人气都比较旺 不少朋友都出外扇心游玩 同时我们希望大家在香港一样有不同活动可以参与 有好玩的 有好吃的 大家都开开心心